看到B5完成的那一天 就會覺得其實這短短兩分鐘 我們該不是花了三個月才到這裡 是花了五年 那我們今年就想要做一支 就是有電影寫實感的品牌動畫 我覺得這當中就是光線跟色通 是蠻重要的元素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突破 就是以前我們都做財度比較高的東西 這次會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即使是天氣上面它也是為了劇情去做鋪墊 富人區為什麼是晴天 因為他們就是美好的世界 那就是主角學他們是一種比較叛逆的壓抑的情緒 所以他們的顏色都不會太繽紛 主角登場這一part 其實我們是走一個就是大背光的感覺 然後搭配就是Cyberpunk裡面 就是底層的城市的那種空氣感 主要也是呼應就是他們這群人 有一個從底下崛起的感覺 場景的部分的話大部分都是利用就是霧氣去帶出來的遠近感 還有一些霧氣的氛圍那樣子 就是Victor那個時間就是一種半通氣範的概念 所以他應該要低調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個非常富有天賦的人 他在槍樹方面是個天才 所以他在那個競技場裡面表現太好 白冰又就是因為那個競技場就定上他這樣 所以才去埋伏他抓他 我這次有請到就是台灣就是很厲害的武術指導龍哥 然後幫我們一起設計這一段就是一打多的部分這樣 我們選擇敬虧 我們仍然會有戰爭 只要我們有勝利 Akira 相信你 Akira 在那個奧居裡面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有點像是一個靈魂人物一樣的長老型的角色 在過程之中因為發生了一些意外 所以導致Akira被捕 那就是他們瞬間就失去了方向 Akira 這卡的內容是Akira在行進間的火車上遭遇到防派PKD的攻擊 因為它是機械手臂所以在這次製作上面 除了增加比較多的細節大碎塊跟小碎塊之外 還會額外加入管線部分還有機油的部分 在製作火花部分讓製作起來的光效感比較震撼 我們也特地設計了就是這個粒子的動態跟路徑 去做出一些比較炫、比較酷的一些就是武器形成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去展現出這個角色酷酷的那種特質 主要呈現的是他們Gamer長期以來被壓迫的那種感覺的情緒爆發 也是許願了好幾年 然後每年就不斷地讓角色模型就是一直在進化跟修正 那我們主要這次也是搭配Mokai技術去捕捉表情跟嘴巴部分 終於可以讓角色可以講話 所以要用Mokai技術去做表情 當然不能讓他的面數非常非常高 所以布線基本上要follow真人的肌肉結構 他又要在外型上不要有偏差 就是Akira他還是得像Akira PKD還是得像PKD 這就是比較難的地方 那我們這次這個主要的角色 大概有280多個Blend Shape 就是他的一些表情組成 那其中包含了一些 例如說像下巴往上抬啊 眨眼啊或者是狼嘴之類的 那我們透過完成這些Blend Shape之後呢 我們就會使用我們的臉部捕捉的軟體 來把演員已經錄製好的影片 轉移這些特徵點到我們的角色眼部上面 沒有人能把我們抬下 浮空城的整個Gamer的基地 就是直接來到敵人的總部的前面這樣 那就是想要有一個一觸即發的感覺 最主要的是浮空城顯現的過程 就是它本來不存在在這個空間當中 但是它要趕過來就是支援援軍那樣子 所以它這個顯現的過程 這個特效做得非常的精緻 就其實夢想很感謝就是華碩ROG這邊可以 有這樣的合作機會 然後讓我們盡情的發揮 然後去創造出這麼一個 就是很有趣的Cyberpunk事件 VV5這一次 角色當然所有角色都升級了 我也升級了 因為來回的作也讓我變得 比本來更強 如果大家有在發了從第一集到第五集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我們的成長那樣子 然後我們進步很多 然後我們還會繼續一直持續地進步下去 我們其實每年就是不斷地在求進步跟挑戰自己 那希望可以打造一個 就除了全世界都可以 覺得台灣做得很厲害的Cyberpunk世界之外 就是連Hardcore的Cyberpunk的粉絲 也會認同的這個世界觀 為了一切都不懂 中國有關於Cyberpunk的 Seiten 海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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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